我们把项目的首页跟我们的选项卡我们去实现了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选项卡呢 这里呢会有一个设置的图标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可以去编辑我们选项卡显示的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后端开发 或者我们的一个前端开发 是否在我们的页面里面去显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图 它长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页面呢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只有一个上面是我的标签 我的标签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标签显示在我们的首页里面 下面呢有一个标签推荐 其实说白了就是其他的我们没有显示的标签 我们在这里去显示 然后去点击我们的编辑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编辑我们的标签 然后这里呢会出现一个小插号 我们点击的插号呢 可以把我的标签从我的标签里面删除 然后在标签推荐里面呢 我们去点击下面的标签呢 标签会添加到我的标签里面 这就是标签管理的这些的内容 然后我们先来把这个页面的布局呢 我们去实现一下 回到我们的项目里 我们在Pages里面 我们去添加一个页面 我们先将页面 叫什么呢 我们叫Home 和Label 然后我们创建页面 这里我们去写一个标签管理 然后回到我们的Pages.json里面 我们在这里需要给它一个 那有Title Text 然后我们就要标签管理 它是从什么位置进来的呢 是从我们的Table组件里面 后面的一个设置的图标里面 我们去进来的页面 然后找到我们的组件 在组件Table 然后我们点开 点开在什么位置呢 在下面有一个图标 我们at click 然后我们open open把我们的事件去注册一下 在Method里面 我们去注册一个open open我们要去打开我们的页面 我们用uni.navigator2 然后给它一个url 我们要去打开哪个页面呢 pages.home.label 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项目里 去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呢 我们点击这里 然后可以跳到我们的标签页面 标签页面 我们就使用原生的导航头就可以 然后我们去实现页面的一个布局 来到我们的页面里呢 首先给我们最外层的负元素 我们给它一个label的元素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一个label box 去把我们的内容去给它包裹起来 下面我们会分两个 一个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labelhead 我们会有两个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会有一个我的标签 然后会有一个编辑按钮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 label title 我们叫我的标签 下面呢 我们再给它一个管理 我们叫编辑吧 给我们同级的 我们还有是我们的标签内容 我们给它一个类名 我们叫label content content呢 我们要去循环一下 我们的一个数据 我们先给它一个类 类名我们叫什么呢 叫content item 然后这里我们给它一个item item哪里来的呢 我们需要去给它循环一下 我们v-for item in 我们给它循环五次 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内容呢 已经渲染出来了 但是我们要去给它写样式 样式呢 我们就从最上面开始 script的标签 我们先给它关闭一下 给我们的style呢 声明一个sus 首先第一步 先给我们的配置 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我们是井 f5 f5 然后去写我们label的样式 label我们暂时先不去管它 我们继续下面的label box 让我们的label box的背景颜色呢 我们是一个白色 给它一个margin bottom 是多少呢 我们给它一个10px 现在去实现我们的label hard 去实现我们的一个标题的样式 标题的样式呢 这里我们需要给它一个flex布局 然后我们希望它的一个子元素呢 是左右对齐的 space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指定一个字体大小 我们就是14px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井666的color 同时呢 我们给它去指定一个在最上面 给它指定一个padding padding是多少呢 我们让它上下是10左右是15 最后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底部的边线 epx 然后我们是井f5 f5 然后solid 我们给它一个实现 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头部暂时就去实现了 我们需要把编辑按钮呢 去给它改一个绿色的颜色 我们的编辑是什么呢 编辑是label it 在我们的header里面 我们去写一下color 是什么呢 我们给它一个井30b33a 这么一个绿色 同时呢 我们再给它一个found right 让它加速blood 这样的话 我们一个title 我们就给它去实现了 然后去实现我们内容 循环这里 我们再加一点内容 我们这里标签 回到我们的样式里面 我们跟header同级 同级去写我们的label content 它的样式是怎么写的呢 还是首先我们要给它一个flags布局嘛 我们希望它的一个子元素呢 我们让它有一个换行的表现 如果超出一行呢 我们给它去换行 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padi 上下左右 我们全给它一个15 我们给它改成0 为什么它是0呢 是因为我们在上面 这里有个margin bottom 是10px 你会发现我们的布局 跟我们之前搜索历史的布局 其实是很像的 之后我们给它一个label content item 我们去把它里面的内容 去给它实现一下 里面的内容呢 首先我们给它一个上下2px 左右5px 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形状嘛 然后我们不需要给它指定宽高 我们用padi 把它的内容去给它撑开 margin top呢 我们给它一个12px margin red 我们给它一个10px 同时呢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boulder radius 我们让它来一个5px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边框 边框呢 我们就使用一个666的颜色 然后给它一个实现 最后啊 我们是font size 我们14px 然后它的颜色呢 我们给它一个-666 这样的话啊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内容 其实就已经去实现出来了 那我们内容 我们再去加一些 我们给它10个 可以看到我们的标签呢 布局就已经实现完成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推荐标签 推荐标签 其实我们直接在这里呢 把它复制下来 复制一份 然后不要我们的编辑 然后来看一下 其实这样 我们的一个推荐标签 我们也就已经实现完成了 把它的文字 我们去写一下 这里写标签推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这就是我们标签管理的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希望在点击编辑的时候呢 我们的标签 右上角这里会有一个插号 可以把我们当前的标签呢 去点击插号 会到我们的标签推荐里面了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小插号 我们去实现一下 在哪里实现呢 我们在这里 把内容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剪切一下 然后放在这里 下面呢 我们给它一个icon 我们叫U icons 直接使用我们的Uni UI的图标 图标呢 小插号 我们的type 我们应该叫什么呢 clear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插号的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一个size size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20的大小 同时呢 我们给它一个color color 我们给它一个红色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class class叫什么呢 我们去写一些样式 class呢 是Icons -close 然后我们需要在 LabelContentItem下面 去实现我们的 这个图标的样式 我们回到我们的样式里面 在这里 我们去写一下它的样式 首先我们要把它定位到 我们的右上角 右上角 我们怎么去定位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负元素 给它一个position relective 让它的负元素呢 是一个相对定位 然后让自己是一个绝对定位 position absolute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ret 我们给它一个-8px top呢 我们也给它一个-8px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background color 我们就是一个ff 同时呢 我们给它一个boulder radius 我们给它一个50% 我们保存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其实现在我们的效果呢 就已经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标签管理页的一个布局 很简单的一个布局 就是因为我们对它 额抗 其说明